音樂 醫療是我們其中一個重要的範圍 今天來說有些新的技術 能夠改善到醫療方面的一些安全部分 你會見到現在在我們旁邊那裡 有些不同的手術用工具 你會留意細心一點 其實手道工具裡面已經有一個二維碼 我們叫Data Matrix 而這個二維碼有什麼作用呢? 其實它就是每定到每一把的工具 都有一個Unit的唯一號碼 用來做一個追蹤的作用 因為本身我們在做手術的時候 之前其實要做一些準備功夫 就是將每一件相關的 我們要用的手術工具 針對一個手術 就會包裝在一起 一般來說我們會用一個箱 或者本身會用一些 我們叫醫療用的布 包好 我們其實要配備 然後將整套的工具 拿去做消毒 消毒完了之後 其實就會放在儲存室做儲存 準備如果要做手術的時候 其實會拿出來使用的 在包裝的過程中 我們剛才提到 這個工具究竟是哪個手術的 其實基本上已經做好了 而真正要去用的時候 它還會在病人要做這個手術的時候 其實我就會再讀一讀究竟是哪一個手術 是否這個病人 是否這個醫生 確保整個過程的流程 其實是準確的 當這件事做了之後 我便知道 這把工具 其實在哪一個手術裏做過 如果我們在做完之後 發現到 這個工具上面 其中一些 可能是水皮崩了 我便可以直接知道 究竟做這個手術的 應該是哪一個病人 就直接找回那個病人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可能不能夠直接 找到哪一個手術的話 我們便要將 曾經做過這個手術的病人 都要檢查一次 才可以知道究竟有沒有問題 另外還有 還有一個好處 因為我們每一個工具 都已經有一個號碼 我便可以知道 究竟我用了多少次 這個亦對於我們 做一些Preventing Maintenance 是很重要的 因為每一個工具 其實它都有壽命 究竟能夠用多少次 變成我便不需要 去到 用了超過了次數的時候 而沒有這個風險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比較準確 和比較可靠的一個方法 亦都由很多醫院開始使用 除了這些工具之外 我們其實亦都 是有一些 我們叫做高危病人 需要我們去追蹤它 我們本身亦都有一些 不同的追蹤方法 包括這些卡 或者手錶的方法 讓他們可以戴上手 或者戴上燈之後 我們便會知道 這個病人究竟去了哪裡 和什麼病人接觸過 我們本身亦都可以透過這個方法 能夠可以 譬如當我們發現它 去到某些地方 可能又會有些危險的情況出現 我們便可以早些知道 以及會發出一些警報 讓大家處理 剛才我們提到 在條碼上面 用二維條碼 去標識每一個工具 其實現在大家都在想 一個方法 就是如何用R5D 能夠可以做到 一個自動續取的方法 而這種方法 其實最近這幾年 才有一個突破性的發展 就是它可以在金屬上面 移植到一個合理的水平 合理的距離 而本身亦都不會太大顆的 變了其實這兩年開始 其實已經在醫療上 工具上做了一些 我們叫試點 其實是成功的 不過因為本身在工具上面 我們一定要在源頭 就已經要把這個 R5D 標籤 要種在工具上面 即一出廠就要有 就不可以之後再加 因為之後再加 有多一個風險 就有機會在做手術的期間 那顆附加的R5D 標籤會掉到病人的肚子裡 那就很大件事了 所以一定是源頭的時候 開始做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 一個挑戰 現在其實就是在 在廠裡做手術工具 開始就在研究 如何可以把這些R5D 可以直接放在工具上面 就不需要後加的 我想不夠將來就會出現 在那裡做手術工具 在那裡做手術工具 做手術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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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找你的 能不能做的 再次去找 我們來做席 感谢观看